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在进行期间 一切顺利 我们预计选举委员会的界别分组 可以在今年9月19日 就举行投票 今次在完善选举制度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元素 是重新构建选举委员会 选举委员会的功能 以前只是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 但经过修订之后 他将会赋予一些新的功能 包括透过选举产生 翌日立法会的40名立法会议员 也会提名所有想参加 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 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希望更具广泛代表性 以及有均衡参与 在规模方面 由以前的1200人 四个界别 增加到1500人 五个界别 在新增加的界别分组里面 有一个叫基层社团 今天很高兴 请到在这个界别分组里面的基层社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团体 就是九龙社团联会会长 陈振斌先生 特首好 大家好 事实上 真的有了这些基层社团 就会令到选举委员会 更加有广泛代表性 更加可以均衡参与 一般基层 要去到选举委员会 和选举行政长官 都是有距离 所以这次一定要有一定的基层代表 基层社团的界别分组 一共有60席 也不少 里面有三个主要涵盖港九新界 香港就是香港岛国界联合会 九龙就是九龙社团联会 新界就是新界社团联会 日后在这三个联会下面的团体成员 都是有资格去投票 产生一共60名的选举委员会 我在这里说到这里为止 先请Bunny 和我们介绍一下 九龙社团联会的成立 和宗旨好吗 好 其实这次我们是非常支持 完善选举制度 因为我们看到 现在的广泛性是增加了 而第二件事 我们看到均衡参与的 不同的阔度是阔了 尤其是我们是九龙社团联会 因为下面我们就有超过三百个属会 会员就超过三十万 这个通常都是活跃的会员 因为我们本身服务地区 下面就有五个地区委员 分开就是我们油尖旺 深水埗、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 我们的地区网络 一直以来 我们叫做父老、葵佑 能够帮到多少尽力做 其中譬如说 我有些会历史很悠久 譬如说 东九龙居民协会 其实1957年已经成立了 现在很久的 我们观塘有个民联会 民联会 大家记得 就是七零年代 林山伟 成立了这个团体 我们现在都做很多社会服务 现在有没有新的地区组织 加入九龙社团联会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当然我们要审核告 亦都要我们的理事会去批准 有条件的 就是一定要营运 而你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 合法合情的情况去做 其实大家想知道 做这些基层社团 譬如九龙社团联会 那个工作范围有多广泛呢 我可以透过自身的经验 因为我在政府做过不同的工作崗位 差不多每一个工作崗位 我都出席过九龙社团联会的活动 当我做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的时候 就更加多地区的活动 就是慈善 或者是探想者 做社会福利处处长就更加了 甚至到发展局局长 因为你们都很关心楼宇安全 那些山谋大厦 那些山谋大厦 至最近这次抗疫 或者Binny和我们讲讲 就是九龙社团联会 在抗疫那方面做了什么工作 其实今次的抗疫里面 我们港九三区 港九 新界三区 成立了一个抗疫连线 其实抗疫连线 我们统筹所有的物资 其实我们统筹到现在 已经派了超过五千万个口罩出来 在最缺乏口罩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善长 亦都有不同的界别 给我们的支持 而我们就将这些物资 全部分发到 我们全香港九龙 452个区 我们的义工去帮忙做 所以我们觉得最重要 就是第一时间帮到市民 更加重要的 在今次抗疫里面 我们无论大厦大堂的清洁 我们在帮忙做 就是我们经常要说 那句就是 发挥伦理互助的理念 当然我们来自不同界别 有基层的市民 有专业的人士 亦都有商家 大家攜手合作 我们希望剃造一个和谐 和一个友善的社区 这个真的很重要 近年可能是因为 科技太发达 很多用电子的方法 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所以我非常赞成 透过我们的基层团体 建立和谐 伦理互助的精神 对于我们日后处理什么问题 都多了这种基础 我又想问一下 因为你们这么贴近基层 过去香港差不多两年 发生了很多事 有一段时间很乱 经过全国人大两次的决定 既有国家安全法 现在亦完善选区制度 你在日常接触基层市民的时候 现在他们大概的心境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看到 由去年落实国安法之后 市民觉得香港的法治环境更好了 治安也更好了 有很多人跟我说 我出街不用拍 我不用看哪里去哪里不去 而市民的安全感是更好了 特别来到今年我们见过疫情 虽然有反复 但是我们之间 伦理之间 传递的讯息 就很快 所以今次我们在很多赤鸿合里面 跟市民谈 完善选举制度的情况 其实很多市民是反映给我们 其实他们是希望香港能够稳定地发展 大家有好的生活 更加有些市民 之前跟我说民主 我都跟他们解释 现在大家都明白 民主只是一个手段 那个手段是什么 就是改善市民的生活 这个才是最重要 最终目的我们要达到 所以今次的完善选举制度 我觉得港泛政阔了 增加了委员 增加了立法会的议员 我相信将来的政府的施政 更加能够贴近民意 变成大家有渠道去表达 不会说因为你不是这边 变成你没有声音在立法会 变成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情况 事实上今次完善选举制度 正如你所说 其中一个目的 都是可以提升整个特区管治的效能 不是只是特区政府的行政机关的效能 整个特区的治理效能提升 我们就可以把握国家给我们这么多机遇 做好如港澳大湾区 前景会更加好 因为这个选举委员会将会透过选举 产生40名的议员进入立法会 你会不会鼓励在基层团体里面 让一些成员参加进入立法会 达致你刚才说 在议会都比较和谐 不要太过两极化地为香港办事 其实我是鼓励整个社会 用人为财 帮到社区 而是真的为社区出发 可以服务民生的 我是鼓励很多 包括年青人 鼓励他们进入议会 因为这个是香港长久的福祉 我经常说我们世界没有一套标准的选举方法 最重要是适合我们自己的选举方法 能够令到我们市民的生活可以更好 更改善 我们的经济能够发展得更好 好 今天很感谢Bunny 我期待有基层的代表进入立法会 帮我们反映民意 可以提升整个特区的治理效能 香港一定可以更好 在世界上有的民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茗 若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